每一个在你的生命里出现的人都有原因 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 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自持 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你宽容与尊重 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行与成长 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 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都值得感激 因为看清所以快乐因为看淡所以幸福 我们都是天地的过客很多人是我们都做不了主 譬如离去的时间譬如走散的人 心自三个点没有一个点不再往外蹦 你越想抓牢的往往是离开你最快的 人生看清看淡多少痛苦就离开你多少 人人都怕自己不清醒希望自己心明如镜 其实人生何必太清醒 做粥要放三分米七分水 处事要三分为己七分为人 对朋友要三分认真七分宽容 对家庭要三分爱七分责任 看文章要三分再看七分再品 喝酒要倒三分醉七分醒 三分七分不过是人生的滇凉 看的是书读的却是世界 七的是茶学的却是生活 真的是酒品的却是艰辛 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 没有彩排 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 秋凉了注意添加衣服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对自己健康负责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你的 唯有身体才是自己的 其实有很多人都等着你去关心 所以想起谁 就给谁发过去吧 感谢观看